各位好 我们好明光行动协会是一个新兴的社团法人 然后主要的目的五方向会跟你们过去所知道的NGO比较不一样的 我们希望做的是NGO资金的串言 就是讯息的互通有无 然后以及透过教育和武汉的方式做一些倡议性的事情 比方说可能有的团体像主顾联盟 他们如果对于吃的有注意 然后或者是对反而有兴趣的话 他们会组织一些活动 就是我们好明光行动协会想要做的并不是这样 就是假如说我们对某一题有疑问 我们希望透过课程或者是找一些专家学者的一些方式 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找出一些方向跟思考的空间跟可能性 这样做的适当 有点像是哲学星期五的深化版 比如说我们这个哲舞每周有一堂课 可是如果在好明的话 它可能是变成一个六堂课四堂课的一个套装的课程 然后师大自己参加了去发想 然后我们好明文化台帮他做的展现 然后关于这个 这些我们有做的事情 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就是 东南亚法调前阵人在调查者有看出来 我们做第一广场 哦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在第一广场的那个法调活动有看出来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计划是配合新的主筹 我叫做好明思熟 好明思熟的第一堂课叫推理文学展堂 然后今天的活动就是以这个当前照站 往后我们可能会推好明思熟摄影教学课 好明思熟桌游课 好明思熟 就是如果大家都有想法给一些 要欢迎先到我们的粉丝业 按赞之后再丢讯息 这样我们就知道以后有什么方向的课程了 然后就回到这一堂课程了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推理小说 在我自己的解读方面就是 我们现代人常常会对书写能力的匮乏 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用电脑用酒 或者是习惯性吸收 习惯产出之后对书写能力的匮乏 第二个是对想法表达的努力 假如说你今天看这朵花很漂亮 你可能会说这朵花好漂亮 可能小时候你还会说这朵花好芬芳 然后如果你读国中会说这朵花好娇羞 就一些形容词在慢慢我们出社会之后 或者是上大学会慢慢遗忘掉这些书写 还有想法的技能 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推理小说 目前不堪推理这个类点的话 大家对于阅读这个东西是越来越 越遗忘跟失去的 我们不知道阅读是什么 之前有一本有本的书叫做《华士451度》嘛 他不是在说大家都不阅读吗 只靠他三面墙四面墙在吸收讯息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代人最容易遇到的事情的 书界是很残忍跟现实的 现在老师也知道 可能会讲到出版一本书是多么的困难之类的问题 所以推理人就是对于我而言 主要就是书写能力的匮乏想法表达的努力还有阅读这些东西 最后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设定推理呢 大家都看到最近很多推理小说或者推理故事改变成电影戏剧 为什么不见得是爱情故事呢 或许爱情故事有 但是其实假如说我觉得也就是具体来讲了 东野哥路的书这几年都只能改变成电影 可是最近有一个电影叫我要你好好的那种恋爱的 你可能一年就会忘了每年都会补一本书 可是推理不会这样的 推理小说改变的故事你可能会 我在下一步看到说这就是之前的影子 像我小时候我记得就是刚看完《金天一》 然后我想要试着杜密诗逃脱 然后我就把那个厕所用一只脱发的绳子 然后叫我同学进去 然后真的关注了 为什么要叫我同学进去不是我想欺负 但是如果真的关注的话 我们打不开我就求了 这样子 推理小说这种给我们的想象 可以让我们操作在生活化来各方面 假如你要设计陷害谁啊 或者是世间情感到剧情故事 我觉得它里面都是富含一些推理的因素 那我们就把时间留给老师来讲解 所以下个为什么要写回忆小说 那个不知道我的答案是不是可以多报 可以试一下吗 不好意思因为今天蛮匆匆忙忙的 因为我今年记得上一个专栏的工作 然后这个礼拜 不是这个礼拜 就是这几个月一直都在批评写 就是我在乡间小路 还有人间福报的部刊 然后还有那个 还有一个什么 幼师少年在写专栏 然后主要是关于一些台湾的文化 台湾的历史 尤其是跟台湾的奇坦怪典有关的故事 然后就在写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这几个月 不是这一个月我就看好把这一年的专栏份都写完了 对 那如果你可能对我熟悉的话 也不会知道我平常在做台湾妖怪的总整理 这也应该算是我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比较活跃的形象 就是在做妖怪故事的整理 那我们以前的写作方向是 就是有三个主要方向 第一个当然就是历史 因为我非常爱历史 虽然说历史真的很讨厌 我学校的时候 我受伴是读金奈华大学的陈务所 那我的那个学派 就是流派 就是见到不是有那个欧门武藏二刀流 然后可能会有那个小刺啊 那我算是考剧派的那一种类型 但是我这个就最好 刚刚好就是最讨厌考剧啊 然后最讨厌课书这种事情 以前啊很久以前 但没想到上了大学 然后上了研究所之后 我反而又变成这样子一个学习方法了 我也觉得蛮奇妙 就是人千万不可以贴死 就你一旦说你最讨厌什么东西 你以后一定会碰到那些东西 像我国众高众的时候 我最讨厌文言文 那我现在几乎从前年到今年的整年 每个月每天我都会看文言文 就累死了 那你可能会觉得文言文有什么好看的 文言文真的有很多好看的 那我从前年 不是从前年 从四年前一直到现在 我大概都把台湾的四百本 五百本的文书都读完了 那些古文书又包含 台湾文献创刊 从明朝时代 明正时代一直到清朝时代 那当然我后来也有日本时代的文言文 好 那首先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一下好了 那我的名字叫何记鸟 每个人都要介绍一下 那我要介绍一下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哲学星期五 就是慕名已久 虽然说是台湾台中人 可是因为我住的比较远 所以比较少时间来到这个地方 我是住在长眷村 里面大学那边际记的 那对还蛮远的 对 那但是因为我在想想要遍也有接家教 所以说我今年也开始往这个地方跑 好 那我要讲什么 就是很高兴就是又看到熟悉的人 然后也有听到那个 有那个 听众 听众就是 听到那个 看到那个实验的分享 就很感谢实验老师 那个我也很崇拜实验老师 其实实验老师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台湾的写作者 台湾的推药小说写作谁 写的最多 总共有三个人 第一个就是叶桑 叶桑是在80年代活跃的 推药小说写作者 写了十几本的推药小说的书 那第二个活跃的就是季行老师 那季行老师 可能有些人知道 但是季行老师近年来 就那个书 那个写书的书 那个出书的书 出书就比较少一点了 但那现在一直在国语 而且是每年固定都有出书的 就是林实验老师 从最早迷落河 一直到最近的泪水框沫啊 然后玛雅热幕 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欢 当然 林实验老师的书 绝对跟我完全不一样 因为实验是 非常非常喜欢本格 那我非常非常对本格 就是没办法 因为我的脑子蛮笨的 那我比较擅长的写作是 社会派还有变革派 就是心理变态的那样子的一个写法 但本格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写法 可是我这个能力 我的写作能力是没办法应付这样的一个技巧的 虽然说我第一本写出来的类似小说作品就是本格的作品 是什么作品 就是跟柯南的关系 就刚才那个 那个 理事长嘛 对是理事长 对 有讲到柯南 那我也是从国小的时候结束柯南 那我到了国众的时候就是有一天 郭文老师就在出作文课 说要写一个作文 我忘记那是什么题目 然后我当时就居然那个题目很无聊 我想很好地 就是按照那个题目来写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写一个柯南破解杀人密 杀人密室的一个案件 而且还 我已经忘记我是怎么写 但是我就是写 那个凶手是用一个很搞刚的 钢丝杀人吧 就是 如果我看柯南就应该知道 钢丝常常在柯南 动画电影或漫画无处都 所有地方都会出现的一个技巧 那我当时就是觉得 当时小时候就觉得这个技巧蛮酷的 所以我就跟着也写了一个 呃 凶手 用钢丝来制造一个密室 然后杀人 然后最后柯南就是顺利破案的一个 一个故事 一个小小的故事 那我以前是很喜欢很喜欢柯南 但是越长越大 我觉得越觉得柯南很 很 就是很 很 该怎么讲就是 很倒霉也是啊 那是本来的 本来的实相 但是一个 让我更无法接受 是本来小时候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酷 然后一直都在追凶手的一个 一个小孩子 但后来越看 我又觉得 凶手杀人 都是乱七八糟杀人 那 PTT上面最常流算的一句话就是 那个 鼻子大的杀鸡嘛 就是 就算是 你看到路上 路上的人不顺眼 那个 那个 犯人也有可能就这样杀人 然后柯南就捧破案 好 你不要玩也真的 真的在好几部 那个漫画里面 靠动画也是出现这样的情节 那 呃 这是比较玩笑啊 另一个比较 我还要严肯一点就是 柯南 柯南 动画里面 常会出现一句话 叫做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对不对 就是 唱的那个主题曲 很快乐的主题曲的时候 然后柯南就会讲说 真相永远就只有一个 然后 半个人被抓到 那我 越长越大我就发现 靠这个 他这样骗我 真相怎么可能永远只有一个呢 那 就是你从 十岁二十岁 然后到 我现在三十岁 那你会 越来越发现 很多时候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只有见真相而已 而是有好多好多面向所组成 就像钻石的面向一样 如果你从 只从一面看的话 你可能会陷入盲点 可能会陷入你自己 立场的那个实角 你会看不到其他方向 就像是 最简单的比喻就是 脸书的同音程 好 就是脸书当然什么家 都是自己好朋友 可是你 一直滑一直滑 你可能觉得 不是世界想的跟我都一样吗 我的朋友都 讲跟我一样的话 那 这是当然的 因为就是 你想的那些事情 所以说 那些朋友会支持你 可是 脸书太只是呈现 社会的一个面向而已 那并不是所有的面向 可能 比如说 讲政治的话题 是最 可能是最 其实我不太 不太喜欢政治 就是 比如说 就不要讲政治好了 我对政治也其实没有 没有太大的 太大的兴趣 虽然我本身是做台湾历史 可是我很讨厌 台湾意识 或者是说 我们要支持台湾 我们要热爱台湾 或者是 我们要 我们生活台湾 你就要怎样讲 我对这种口号 跟这种 雕 这种旗子 我觉得很反感 因为我觉得那只是在 讲空话 或者是 只是在做一个 只是在有到一个空壳而已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实际的东西 那我为什么会喜欢 台湾历史 很简单啊 因为台湾历史超酷的啊 我为什么要读四五百分的文章书 因为里面就是有 超多超多有趣的东西 我从里面就 摘入出原始资料 就只有原始资料 是二十万字 三十万字的 原始资料 是有关于 台湾妖怪 跟台湾相演其谈的故事 那我现在 我这几个月 也正在 不是这几个月 我已经弄好久了 超讨厌的 就是 它把我时间吃掉 但我没有办法好习小副 那我 整理出了 那么多 那么多妖怪跟鬼怪的故事 就是你以为 台湾就只有 蛊蛊火 某奇那 十万军 你还想要到 其他的妖怪吗 可能想不到 那我至少 整理出了两百种 的妖怪的项目 妖怪的怪堂 基本上就是一个 一个妖怪的种类 至少一百种 两百种以上 那 你可能会觉得 诶 为什么以前说话 没有人告诉我 为什么以前 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好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 就是 我高中教育的崩坏 还有大学教育的崩坏 以及高层教育的崩坏 就甚至 甚至我到了 上了研究所 我也不知道那些事情 我之所以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一开始的契机是 我在上素艺的时候 我就那时候问我学解释 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看 金子夏艺 还有那个 孟者魔 就是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就是一些妖怪小说 鬼怪小说 我那时候很蛮喜欢魔戒的 到现在我也很喜欢魔戒 魔戒很棒 我现在 对 我现在的目标 就是想要 做成台湾的魔戒 那你可能会觉得这样 好像 很 你可能会想 好那我就来个奇事吧 骑士大战 在那个 骑士大战 或者是那个 伴授人 在那个 台湾岛尾上面 跑来跑去 好你一定会失败 因为这就跟我们 国情不符了嘛 那种东西是可以 出现在 中古岛尾上面 可是 台湾岛尾 是台湾岛尾 台湾岛尾有不同的历史 跟文化 不同的阶段 那 要怎么样子把 这种故事放在台湾 这是我现在 一直在思考 比如说 既然讲到 托尔金 让我讲一下托尔金 大家以为托尔金是小说家吗 不是 绝对不是 他绝对不是一个小说家 当然 他是一个非常好小说家 可是他的本业不是小说家 他的本业是历史学家 语言学家 人类学家 他研究中古世纪 十世纪 十五世纪的那个 中古欧洲 平安世纪的大陆时期的文化 是非常非常透彻的 他之所以 可以写出 魔戒 这样子痒痒痒痒的 几千万字 几十万字 的小说 封面有说小说 完全是因为立基于 他自己本身文化 知识上面的涵养 他把这些故事 把他这些知识 转化成一种更普遍 更普及的东西 让大家可以接受 让大家可以去想像 或者是 有一个怀旧 或者是有一个幻想的空间 所以说 我们记得大陆这样子 诞生出来 那台湾我觉得 也是可以这样子出来 但是就是欠缺 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 那个东西就是素材 中国为什么可以写出 花千古 或者是 一大堆的神佛小说 或者是鬼外小说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有 山海经 有笔记小说 有痰酸情 有聊在自己 这么丰富的一个素材 那个地方 所以说 创作者 写作者 可以 无限的去利用这些东西 来写出 改写成有趣 很有趣 或者是很奇妙的故事 所以说 中国的玄幻小说 是很有型的 什么叫玄幻小说 就是 奇幻小说分很多类 就是 有奇幻小 幻想小说分很多类 就是奇幻小说 科幻小说 魔幻小说 或者是学幻小说 那学幻小说 那学幻小说 没有规则的幻想小说 就是你可以把中国 日本 或者是西方的妖怪 魔鬼 所有东西都放进来 这就是所谓的 学幻小说 那他早期的初衔 是叫做 那个 那个 讲神仙等 讲那个 仙侠 是仙侠小说 中午侠小说 好 那 为了 所以我 我 看到台湾这样的情况 就是 以前就是看 一个这样子的观点来看 所以我在想 也许是可以从素材 从 基本素材的累积 让台湾有更多活力 去使用这些故事 去 发挥这些故事 那所以说 我才开始进行 呃 就是 台湾历史 台湾历史典籍的 翻唱动作 那其实一开始也不是 很认真要翻唱 我一开始 要做这件事情 只是我在一起换机栏 那 那 稍微介绍一下 我的第一款小说 叫幻智港 那它是一个奇幻小说 我认为 它是一个奇幻小说 虽然说它的背景 是历史背景 可是我并不是把历史 当很重要 那 我也不是以 写实历史的方式 来写作 我是一个奇幻小说 然后或者是成章小说 或者是 有点魔法小说 那样的想法就写 虽然说后来 魔法的概念 有点坏掉 就是没有 没有操作很好 但是我也从这种失败的过程得到了数据 那 数据是什么 好 那这是我大伟要讲的 就是 大伟 那我等一下再讲 那 就是 诶 好像讲了 还蛮 就是 都没有讲到讲题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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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一直顺下 好 那我就先不谈历史好了 那 我的兴趣很广泛 除了历史 或是奇幻 那 像小说里面的推理文类 是我非常喜欢的 呃 因为 今年就是 就是有收到 谎言文化的朋友邀请 然后 我才开始想说 也许可以开始试着 呃 把我的一些力量 分享 或者是把经验分享给大家 因为 我现在是一名写作者 那我在写作者上面 我 有遇到一些 呃 或者是挫折 或者是成功的地方 也许可以借我这样的经验来 呃 跟大家讲 哪一条路是好 哪一条路是不行的 那 呃 也许大家看到 比如说在网络上 或在书上写 我是作者 或是作家 但我其实自称 不会自称作家 因为我觉得这样 还蛮疑白的 我 我通常跟别人讲的时候 我就会讲说 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 不是一个文字写作者 那简单的讲 我是用文字来做打工的 一个 一个这样的工作 那 这也是我从去年开始 从事的一个行业 我认为它是一个行业 这并 就是作家 写作者 呃 我觉得并不是什么 多了不起的一个职业 也没有什么多高尚 它就只是一个 一件事情 一个工作 就像说我 所从 非常崇拜的作家 公路美信 那 就是 这是我最大最大的 偶像女生 这是我的女生 那 呃 呃 他 呃 很多重要事情 他只是很认真的 这样自己的态度 来面对这件事情 那我 我因为受到 公路美信老师的感召 所以说我才 走向了写作的 这条路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因为我以前是 是不写小说 我以前是写诗 那我写的诗是 非常非常非常 糟糟的 因为我不适合写诗 为什么呢 因为诗它 重点就是要 一阵见血 像蜜蜂的刺一样 扎你一下 可以把很浓厚的力量 穿搭给你 而且是在短时间 短时刻 它的语体 它的文体 是需要一个经验的 那 大家看到我 这样子 你觉得我是一个很经验 或是很简洁的人吗 应该不是吧 就是 我后来 就是我到很 长得很大之后 才发现 我的能力 跟我的才能 是适合放在 一个组织条例 然后在组织大纲 或是在逻辑概念上面的 那个推演上面 是比较在行 这是我 能做的事情 但我小时候 以前的时候 我 对这件事情不了解 我就是 一股脑子 我就想要写诗 写到后来就是 非常 就是 充满很多挫折 不管投了几次讲 然后都 永远都回上 然后写出来的诗 永远都非常糟糕 然后最后我所信不信 因为康老师 这个时候我读了很 那个时候是大学的时候 我读了很多 公共美姓老师的小说 尤其是诗带小说 那 我看的时候就是 充满了感动 就是你会 感觉到耶稣光 从天上飘下的 你知道大家知道耶稣光吗 它是一个 气候的现象 气候的一个画面 那 我当时就是由 这样 圣灵感召 虽然我不信教 但是也许就是 可以这样子评议 那 因为很喜欢公共美姓老师的小说 所以说我当时就开始想着 我也好想成为一个写出那样小说的人 虽然说我那个时候 完全没有写出一个像样的小说 当然那个 国中时候的柯南小说 是 那个不能比啊 那个只是 就是小孩子在写的那个感觉 那个时候 大学的时候 我是完全没有心 很认真写过小说 不过那时候我就 心里有的声音想说 对 我就是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虽然说那个时候 我根本 没有好好的写过一篇小说 我也不懂了 怎么为人物命名 命名是很重要的 因为命名 就代表说你给了他生命 可是我当时就是 这件事情完全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个 《奇神传》 你知道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 那个 开头要怎么写 当时我的 我是一片朦胧的 因为那时候 很自愿意写诗 这个行业 这个方向 大家可不可以认为 写作 有很多 写作不是都一样吗 就是写诗 写传我 写小说 好 但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惨过的事就是 只有通才 才可以写小说 写诗 或者是写传的事 或写剧本 那是很厉害的 但对我来讲 我这个人 我认为 我是不行做这件事情 一个人只能专心 一致的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 最好的 最好的想法 不能太谈心 那 不过我当时就是看了 冬美信老师的小说 就觉得 他的实在小说 特别的小说 都非常的 让我很热爱 那我当时就很想要追寻 追寻他的目 那但是 我当时我真的拿起笔来 其实不是拿起笔来 是坐在店长桌前面 因为现在大家都 坐在店长桌前面 我现在也是 就是我一直好久没有写字 所以字都是完全 歪七牛八的 那 我当时要看写的时候呢 我才发现我 一头雾水 因为我当时 看了很多是 《经济下印》的 《时代小说》 跟《工美信》的《时代小说》 《经济下印》也有写过 《时代小说》 《历史小说》 最先开始 最早开始的《通俗小说》 大家都会读的 就像是 那个 电视的那个八档点的 戏剧一样的那种小说 是历史小说 是在讲 《明治时代》 不是 《江户时代》 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是《平成时代》 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他们的文化 但是台湾是不一样的 好 那不管 如果要讲那边的话 要讲很多东西 那我当时就是 看到 《工美校》 还有《经济下印》 《经济下印》 《语言》 《经济下印》 《经济下印》 我发现自己是一头露水 完全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 那 所以说 当时我就想说 那我为了要补足 这个我不知道 我就开始跑去历史所 想要学相关的东西 然后后来 因缘继维建议台湾所 那同样也是获得了 历史研究的这个能力 好 那当然历史是一个部分 历史跟推理 对我来讲 这是一提 一提两面的 或許可以這樣歷史推理 奇幻恐怖 這四件事情我認為是在講同一件事情 我是用相同的概念還有相同的邏輯 去面對這四個東西 這四個東西就像是一個傘子一樣不同的四個面 但是可能還有另外兩個面子沒有找到特色 但我會繼續找上去 因為我覺得這樣會過起來很好 當你在甩動傘子的時候 剛好就是甩到那一面 剛開始寫那些故事 那我這幾年來我寫了兩本書 我花五年時間寫了兩本書 就是甩字感跟怪物的迷宮這兩本書 但其實不是線號創作 是他們是交叉創作 因為我當時給我自己的功課就是 就像老師出作業給學生一樣 我當時給自己的功課就是說 我沒寫一篇歷史小說 我就要寫一篇推理小說 那我想藉由這樣子兩種文體的互換來磨裂我自己 來讓我自己成長 那當然就是花了四五年的時間寫這個小說 我覺得是太久了 因為研究所太恐怖了 如果大家就是有上研究所的話 你可能會知道我在講什麼事情 研究所會持續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你要讀論文 你要寫論文 然後你要辦論文 永遠都是論文 對 好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我也是藉由讀論文 然後藉由寫論文這樣的動作 培養起我自己的組織能力 所以說我很多的寫作功夫 或是寫作能力 我其實是從寫論文上面得來的 我在寫論文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在想 小說是該怎麼寫 那 好 今天重點不是那個東西 為什麼要講到那個東西 今天重點是 推理小說 為什麼要寫推理小說 那 因為這幾年我在寫作上面的 努力 那我覺得我自己獲得了一些經驗 那這些經驗有成功的經驗 也同樣有一些挫敗的經驗 那也許你會問我說 我是不是一個暢銷小說家 我可以跟大家講說 我絕對不是 甚至我覺得我自己 都算是小說家這樣子的人 我認為我只是一個文字的寫作者 我只是一個文字工作者 這樣子的身份而已 那 我寫的故事 有些故事是好的 有些故事是壞的 我現在很清楚 因為我是從 就是跟我們的檢驗一樣 就是我沒寫完幾天故事之後 我就放下來 放下來 然後放下來 所以我現在重新看 萬字港跟我的第二本書 關我女工 發現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錯誤跟 非常糟糕的地方 就是 我很想把它燒掉一點 就想把這兩本書燒掉 因為就是 這兩本書寫完之後 那我現在重新再回過我的頭來看 我得到了 就是我記得 我這樣重新檢驗自己的過去 我得到了一些數據 那我 這些數據會告訴我說 有些故事不能這樣講 有些小說不能這樣寫 有些你的對話是要調整過的 最重要的是 可能是有些觀念 主體 你是要更前進 或是要更後退 或是你要 往另一點去 可是我在以前小說裡面 我很多東西 我是沒有這樣做到的 那 我得到這些數據 所以說 那 那我當然就是 當然就是自己收著用 不是嗎 只是得到好東西 你當然就要自己收著用 然後給自己 下次成長的一個磨練 那 但是 就是因為好人的話 的邀請 那我也開始想 就是開始在想 我能不能夠利用這些東西 來分享 把我想要做的事情 分享給大家 把我想要宣傳的觀念 分享給大眾 讓更多人知道 讓更多人可以接觸 比如 我非常想要 推廣的概念就是歷史 那當然大家 講到歷史這兩支 可能就是都退路 基本上 我現在 我現在 就是我 雖然說我讀過那麼多歷史 但是我還是很討厭歷史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 心態吧 對不對 那 後來我想講 這樣的心態好像也不太 多麼奇怪 因為你喜歡的這種一件事情 可能就有討厭一件事情的理由 就像是你喜歡一個人 你不可能全然百分之百喜歡 你一定可能有 20%是討厭他哪裡哪裡 但是如果說 有人可以跟你講說 我100%完全喜歡 大家千萬不要被這種謊話給欺騙 絕不可能會有這種事情的 就算是一件 多麼讓你高興 讓你充滿熱情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不管 你可能在短時間 或者長時間 這樣一直持續的做 你就會疲倦 你就會感到痛苦 或者是感到非常失望 這樣的心情一定是會有的 那我同樣 我在寫說這條路上 我也是 無時無刻 就充滿了這樣的心情 就會是現在 我也覺得 充滿了這樣的心情 但是 還有更大更重要的東西 推著我想要往前衝 想要讓我想要 跑到更遠的遠方去 我想要看到別人 看不到我的真相 這樣人根本一直被推圖 那 我這幾年其實也有一個願望 又出了歷史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也很想要把推領這樣的概念 傳達給更多的人 因為我認為 其實不應該說是推領這樣的概念 應該放更大的來看 你不要只是從推領這樣小小的面來講 更大的一個點是 大眾文學 大眾小說 我認為台灣的大眾小說 或是大眾文學 一直以來都是處於 非常非常被邊緣化的一個位置 台灣有什麼大眾小說嗎 台灣沒有 那 等一下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大眾小說是什麼 大眾小說是什麼 除文學又是什麼 那我也是希望可以 利用這樣子的推廣 讓大家可以 也許你可以來讀讀我們自己的文學 讀讀我們自己的推領 甚至如果你心有餘力 而且你也想要創始寫作的話 我非常想要把你推入火坑 那 這個火坑 第一個火坑 我不會先把你推入歷史這個火坑 歷史小說這個火坑 我認為 就是 就是 應該很少人可以做到 但是 相對來講 我認為推領 這樣的概念 是很容易推領別人的 因為 大家都喜歡看推領嘛 福爾摩斯多帥啊 那個新世紀福爾摩斯 他的故事多厲害 那 福爾摩斯的故事 不知道被改變了多少次 那東野歸武 東野歸武的小說 就是 基本上只有 就是 幾乎每讀 一本 或是兩本 都會被 那個小說裡面的故事 感動 就是 是那種很深很深的感動 讓你會想要 活著 對 會讓你想要活著 為什麼呢 因為活著很艱難啊 因為我們現在 這樣的一個 一個困難的時代裡面 然後 你要很努力的活著 然後不要去自殺 然後不要 不要 不要那個 不要去傷害自己 或者是不要去放棄希望 這是一件 多麼多麼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在東野歸武小說裡面 我常常可以 讀到這樣的力量 然後這樣的力量 讓我很想前進 然後另一個力量 是 龔梅姓老師 就是龔梅姓老師 龔梅姓老師 是我的女神 那 近期現在是我的男神 就是 這是這兩種概念 好 呃 還有一個另一個人 那是 乙依 我非常喜歡乙依 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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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呃 這是因為我很喜歡推理 所以說我開始在 回過頭來 我想要補台灣 自己的推理小說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 非常非常少 其實不是沒有 是非常非常少而已 跟國外相比 呃 或者 不要講推理小說 就是講 大眾小說好 大眾小說 類型小說 類型不缺 呃 這是 這是 欸 我看一下 這是 好 這待會兒會講到 那沒關係 那 我所謂的大眾小說 類型小說 或者是通俗小說 在我的定義裡面 我先把它們都 視為同一件事情來看 那如果你是一個學者的話 你現在可以站起來反過 但是我現在 不想用寫論文的方式 跟你做辯論 因為我現在已經不寫論文 那 基本上我現在就 把這樣的概念放成同一個 那如果你想要深究的話 其實 通俗小說大眾小說類型小說 他們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他們 有不同的觀點 去去看 但是 身為普通人 就是我現在也是普通人 我不是一個學者了 我就把它放在 同一件事情來看 台灣的大眾小說其實是很少的 那我們 會讀大眾小說 很多都是來自國外 譬如說最近是中國 在更久 比較久之前是西方 那日本 日本的大眾小說其實一直 佔據我們的 舒適的環環環 那如果說 你現在一走進書店 好可能很多人都沒有 走進書店的習慣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那你一走進書店 最常看到的一個景象 你回想一下 是不是永遠都是外國的 通俗小說 外國大道小說 哈利波特 如果出版 一定放在前面 東野桂吾 出版了 絕對放在前面 而且是好幾排 可能有三十多 都放在一個地方 然後每次都想說 噢靠 東野桂吾 怎樣才可以 電人那樣的家 我好羨慕他 但是大家不要覺得 好像成名東野桂吾 是很簡單 他是非常非常難 東野桂吾他也是經過了 十幾年二十年的努力 他才會獲得 這樣子的成就 那我最到我喜歡他 而且是很想效法他 一件事是 他會給自己出功課 他剛開始 進入文台的時候 那時候他就是 用很精準的數學算過 如果每年只出一本書 或是每兩年出一本書 他就會活不下去 他就會死在那邊 所以說 他那時候 給自己訂下了一個規則 每一年都要寫三本書 至少就是要出版三本書 至少要半歲 這樣子可以活下去 我覺得台灣現在好像也 很多的小說家 可能也是面臨這樣一件事情 版稅是永遠 沒辦法讓你活下去的一件事 就算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出版界的狀況 出版界的狀況 現在通常 作家的版稅 是從8%到10% 這個區間來 那我現在知道 最厲害的就是現在台灣最頂級的小說家 給的是15% 這是非常非常高 但是 那個可能是 你之後非常厲害的才華 跟很多很多努力 才可以達到那個地方 其實很多時候新的出家 一開始只有8%的 那這是一個我們現在的狀況 那就算你出一本書 一年 或是兩年 可能你只賺了六七萬塊而已 這六七萬塊比較多 可能有人才只賺到兩三萬 然後一千本都賣不出去 這是台灣現在的狀況 那我現在講的狀況 是小說界 或是只針對出入學小說界 那如果是七小說界 那就突然就不一樣 七小說界 有人可以賣到十幾萬本以上 那 為什麼 那 那是這樣的一個作者 還是存在的 那他也是依靠很久很久的努力跟根據 才會到達那樣的地步 那樣的小 七小說家 他們也是給自己現金的功課 每一年至少要出兩本 或是每個系列至少 一兩年都要全部出完 他們有這樣的規定 然後慢慢培養他們讀者 然後慢慢穩定他們的技巧 結果他們才順利的寫出這樣的文章 教他們這樣子的技巧 或者相當的文章 所以我認為 所有的事情其實都是一樣 那我 我現在給自己的心態 就是我現在是創業的心態 就是 從零開始慢慢起來 那做為一個 這是一個工作 那不是這樣 要好好去做 那 所以說 這也是為什麼我要接那麼多的 雜事 就是 譬如說接著專門 然後邀導 然後很多很多的事情 也是要很多很多的事情 讓我們有辦法 專線去寫 寫東西 那我認為這就是一個 我認為工作 我認為工作就是要 流血流汗的人 一件事 這樣子才讓我感覺到 我有這個感覺 寫小說其實不是 不是你 就是好像 坐在咖啡店裡面 然後你可以這樣寫下來 但有些人是可以這樣子做 那 我認為寫小說 或是做 做文字這樣的 我認為 我認為壓根更 更努力一點才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能力 是非常非常不足的 好 那為什麼這樣子能力不足的人 還可以 之後來開小說課 那這 這就是 所謂的前車之劍 我希望大家可以 聽到我失敗的故事之後 知道 哪些路是不可以走了 哪些路是可以走了 因為我自己 從國中到現在來寫小說的這個經驗 很多時候 寫小說的技巧 學校老師不會教 你的朋友 更不會跟你怎麼說 就是 就算你拿作品給他看 那他可能就 哦 不是話不是話 就這樣而已 那可能 比較損友 就說 那你寫好爛 就這樣子 然後可能不會跟你講說 你那邊主角是錯的 主角那個 行為是錯的 主角對話是錯的 那個劇情這邊是邏輯 怪怪的 這樣子不對 我認為 我就是我這樣子 這樣子寫過來的時候 我是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 那我也試著想去克服 有些我克服掉 有些我還沒有克服 那我覺得 也可以這樣把這樣的經驗 跟大家說 怎樣才可以去寫 那 這樣子的 最大的目標 最大的終點 是為什麼 我現在就是想要 推大家路過 對 因為我覺得 台灣的小說界 台灣的故事界 就如果我不講小說界 就講故事界 故事界 就是發想故事的 這樣子的一個行片 台灣很少有 很突出的東西 或者是很大量的東西 尤其是在大眾 通俗文化上面 那 這一部分就是我剛才講的 大眾小說跟通俗小說 在台灣寫作者是非常少的 為什麼台灣的大眾小說跟通俗小說 那麼少呢 其實原因非常非常簡單 那 這個原因也是我的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前輩 就是我剛才講的15% 那個人跟我講 他跟我講說 為什麼台灣沒有那些作品 原因就是 台灣的 寫小說 最底間的那些作者 又跑去寫出文學小說了 所以說造成了大眾小說 這個空窗 空洞 這邊的真空話 那 這就是現在這個時代 一二十年的這樣的狀況 那 我作為一個 我現在很努力想要寫大眾小說 往通俗小說 這樣的方向走的來講 我 我認為文學並不是一件事情 創作並不是一件事情 我想要推廣一個觀念 並不是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然後我爽不合一個 我並不認為寫作是一個姿態的行為 寫作是一個追求連結的一個動作 它是追求公共 追求交流 我心目中很理想的大眾小說 就是娛樂小說 很簡單來講 我認為小說就是在拿來娛樂的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樣很奇怪 為什麼小說可以拿來娛樂 但 我現在真的越來越很討厭 那些從文學的小說了 雖然說我這幾年一直在學界 不是不只是這幾年 是我從國中國小 然後一直到研究所 我一直也都在讀這些東西 甚至到研究所是我還在研究這些東西 可是越研究我是認為這些東西 越來越無聊 就我還不如把看那些小說的時間 拿去看東野歸武 拿去看那個雨衣 或是拿去看那個國務美心的小說 還讓我覺得更開心 讓我覺得更快樂 那我認為小說的定義 大眾小說的定義 或者是大眾小說的真病 也是在這個地方 我心目中 現在我心目中的一個 理想小說的狀態就是一個 可以讓讀者回家的時候 你覺得很累工作一整天很無聊 很忙碌 然後你覺得其實也是很無聊 其實應該也是實況 但是你回到家的時候 那時候你可能想去看電影放送一下 你可能就覺得電影都太貴了 然後那個電影運用太遠了 這時候你可能就想說 那我就翻起一本書來 享受一下感覺有 看起來感覺有深光效果的小說 這樣子來度過我這一天 讓我們這一天 獲得了平靜安寧的 享樂然後就睡覺 好 這樣的形式就是我心目中現在 在最理想的小說的狀態 我之所以說 我現在 就是說也許我以後會改變 就是你永遠不能期望一個人 堅持一件事情到最後 雖然說我很想堅持一件事情到最後 但是很多時候你可能 要調整一下你的方向 就像是我 當初我是很想要寫詩的 我想當很厲害的詩了 但是願望明顯的是錯的 因為你根本不了解你自己 你就是不適合寫詩啊 那你為什麼要寫詩呢 還不如你去寫小說 或者是你去做更值得做的事情 大家可能會知道 這世界上有兩種事情 一種是 一種事情是 你能做的事情 一種事情是 你想做的事情 通常的情況下 這兩個件事情不會重點 所以說 就造成了我們悲哀 對 舉個例子來講 我之前在看一個漫畫編輯的 在講的方法 就是我以前有看漫畫 我從小就看漫畫 那我現在 我現在之所以會做歷史這樣的行業 基本上也很大 我附近也說 海賊王的精神感 你知道 好 那我這個就先跳過去 那 那一個很厲害的編輯 那是一個日本漫畫家的編輯 那個編輯是 就是日本最大發的編輯 那他曾經就講過一件事情 他就說 他在講鳥三明 鳥三明是誰 畫七龍珠的漫畫家 他就講鳥三明 雞龍珠很厲害喔 雞龍珠的畫七龍珠的鳥三明是 日本現在的鋼代 應該算是鋼代漫畫的最厲害 為什麼可以講到最厲害 因為他賺最多錢 賺了好幾棟老闆 好 那 他在講鳥三明的時候 他講說 鳥三明 他其實也有他想畫的東西 可是他畫出來的作品 好無聊喔 老實講 就是超無聊 很難看 但是後來鳥三明 他在 就是鳥三明 他同時堅持做了很多的作品 但最後他 終於畫出了 機器那個怪博士 然後從怪博士再到七龍珠 然後最後奠定 他現在是 日本漫畫家的 那個小拜俘像 那個 韋田董 我跟你講就是因為 創辦鳥三明 進入漫畫界 這樣的一個行業 好 那 也這樣的編輯都說 鳥三明有他想做的事情 跟他能做的事情 那所以說 我覺得我們在 寫字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需要衡量的 你能做什麼事情 你不能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是要 很好的 誠誠地面對自己的一件 一件 一個心態 我現在是對詩 好像已經 已經不留念 我現在很討厭詩 我現在很吵詩 我現在很吵詩了 除非現在臉書滑還滑還看到詩 可是以前 我是非常非常熱愛詩 現代詩這樣的作品 那我當時要放棄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也過了 我也經歷過很多很多波折 但是最後我發現到 能夠寫小說我也想寫小說 而小說這件事也帶給我 大家樂趣的時候 我就把我興趣放小說上面去了 那所以說 也許大家會看到我們的題目是 為什麼我們要寫推移小說這樣的一個標題 那我們當然 我課堂上也會講說 關於推移小說怎麼寫 但我希望跟大家講的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心態是 不要管 就是 也許你可以試著從我的一個思路 一個想法去看看推移小說 大眾小說是怎樣的寫法 但同時你也要很難自己 關照自己 看看你到底是適合寫什麼樣的故事 也許你會想說 終點過度那麼厲害 那我就是來寫推你啊 不行 不可以這樣子 如果說你只是想要追隨別人 你只是想要追隨別人的影子 到最後你其實會悟得一頭痛 因為你會得不到你真正想要的關係 但是你可以在追隨別人的過程中 發現自己 就比如說我是在追求文學 追求行作的過程中 才發現 靠我真的超愛小說的 小說怎麼那麼好看 公平信寫的小說怎麼那麼感動人心 到我每次都想哭 到底為什麼這樣子 那這就是我的收穫 就是我從寫作這件事情 我從樂主這件事情的時候 接收到了一個 電波主接收到了一個感應 那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藉由 我在講推理 或者是講小說講文學的時候 藉由這樣的一個過程 來去摸索你自己的生意是什麼 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最想要寫一個故事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才可以真正寫出好的作品 好 那我感覺我講了非常非常多廢話 那我現在就開始講一下我今天的重點 那我今天重點主要有四個 就是第一個就是國中簡介 那接下來我要講一下台灣小說的概況 然後接下來要講大眾小說的重學 那以及第三點 為什麼有課程中心 不要放在推理 那基本上我剛才都講了很多這個部分 好 第四點就是 我為什麼要開課 因為剛才你也講了 還蠻多的這個事情 那沒關係我們就 順著這個 寫報章幾度下去吧 那這是一個漫長的旅途 好 所以說我們剛才的那個 環境就是一個 我做的是一個 一個遠方的概念 所以追逐永遠都是我們 不斷地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追逐也讓我感覺到過節 那OK 好 下一個 那這邊突然挖了 不要看 好 那接下來 當然推理小說 這就是 我剛才講的是 我們能不能夠寫出屬於 我們自己的推理小說來 我們能不能夠創造出屬於台灣的 台灣自己的推理權益故事 欸 其實我剛才有 幫那個展翼師都 先放一下 對 好 沒關係我就繼續講 然後就發 對 這樣 這個文學穎呢 就是在七月下檢的時候 做的文學穎呢 將會推理小說來開端 然後我們會進行文本的閱讀 那當然也包括一些新聞的閱讀 最後在中間過程的時候 文化也可以邀請 台灣犯罪食物教學的 還有那個司法 司法 現在在意的司法人員 來跟大家講解關於司法 台灣司法的一個概況 好 那最後呢 我是希望你可以 藉由這樣的形式 創造出通俗少年大眾化的推理故事 那好 下一頁 這也是剛才我們講的 這其實就是 文案 這就是所謂的文案 好 宣傳 超過 好 沒關係 好 那課程的體驗就是剛才我們講的 下一個 好 欸 沒有 上一頁 上一頁 啊 對 然後我要講一下就是 我負責的課堂 將會是師堂課 第一頁課就是我們會講 推理的歷史跟作品的道理 為什麼我們要先從推理的歷史來看 很簡單的原因就是 別人寫過的點子 就不可以再寫了 也許你會想到一個 一件很酷的點子 就是一個歷史沙人 然後你寫下去 然後結果你沒有看過 阿加薩克的歷史歷 沒有看過日本的小說 那你就完蛋了 然後你就自己的 就是拿去投稿 那你聽到失敗了 因為已經有N多的 厲害小多家 你寫得從他的概念 所以說 我們也是希望先從歷史來 這樣子達出 那接下來就會講 小說的寫作基礎教學 然後第五堂課會講 推理這樣的文類 他特殊的角色跟劇情沙場去製作 那第六堂課算是實務 寫作實務的課程 就是我一個人家講 投稿文學獎 還有讀者在哪裡 這就是我的肝骨蛋 就是我失敗的那些基金 到底是怎樣累積的 那我跟大家分享 下一個 那 這是剛才講的 那我剛才說 大多小說是通不小說 我會把它放在同一個類型 那你就不要苛責我 為什麼它是同一個類型 我就是要說它是同一個類型 因為我不想再寫 多種的方式再去分類它 那 最重要的一點 剛才沒有講到是 關於大眾文學跟寵文學的不同 大家可能會以為 純文學跟大眾文學 它是在寫作形式上面不同 而造成的文類的不同 就是純文學可能是很特別 標專 然後很注重文字的安排 那大眾文學就是講究通俗 好 這樣的概念其實是表層的觀點 我認為他們最大的不同 其實在於讀者的不同 讀者在讀一個作品的時候 它所想要達到的目的 不同 我們造成的 不同文類的分類 所以說它並不是以文學的形式來做分類 是你想要以什麼樣的觀點 你想要獲得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你去讀它 那我們當然可以 所以說我們想要讀純文學 其實純文學也是一種類型小說 就是我們想要獲得 比如說人類的奧秘 就是人類生命的奧秘 歷史的奧秘 所以說我們想要知道 好 那我們就去讀純文學 這樣類型小說 那我們想要獲得 我們就讀大眾小說 那等一下我再講 那台灣小說的概況是什麼呢 台灣的作家 作者的大眾文學有沒有呢 其實是有的 不過這種文學 通常不是放在小說內 這是實況 當你進入書店的時候 你大概就會看到 這樣的一個真實的面貌 就是台灣的文學 作者就是在寫美食啊 寫旅遊啊寫勵志啊 這樣的種類 或是寫愛情 這樣 愛情 就是愛情那種小語的那樣的系統 其實十字八個都是屬於散文類 台灣的大眾文學 其實是放在散文 台灣的散文文學 其實是非常非常恐怖發展 不過在小說上面的大眾小說 則是非常的平弱 這是我所觀察到的一個實況 好 好 下一頁 那 在術士中 其實可以分成三種小說的形式 那我這樣的小說形式 其實是 參考了坦光蕾老師的一個看法 他就是 坦光蕾老師就是把 台灣的文學 小說文學 分成這三類 大家可以把 儲文學就是看成一個極端 然後把素食小說看成一個極端 那中間的就是所謂的 都儲文學 大眾小說 那 我理想中的大眾小說 其實是 可以從儲文學形式被創造出來 但是它也可以符合 素食小說的娛樂性質 所以說 我們並不是因為形式上面 有去分類不同小說的作品的方向 而是 你想要給什麼樣的讀者閱讀 這樣的心態來寫作小說 你想要跟什麼樣的人 產生溝通情 產生連結 這樣子 才是寫作的一個原點 好 那 其實台灣的大眾小說 之所以被外國的作者 瓜分其實是有他的淵源的 因為是幾年前 拿到台灣的版權法 施行之後 出版之後 就過來大型買版權 那 為了要讓利益平衡 所以他們就開始 飛盡心血的去宣傳 大眾小說 外國大眾小說是多麼好看 那 所以說現在 我們台灣的大眾人血 大眾小說才會變成 歐美跟日本 或是中國的作品很多 那 也許你會講說 那我們應該要 敵視外國的小說嗎 我認為這是不對的事 不能敵視他們 我其實是非常非常感謝他的 因為我是從 讀了日本小說 加了作品 還獲得了作品 這是真的 對 就是相比之下 就是我反倒更加喜歡 日本小說的 很多日本小說家 按了寫法 那下一頁 比如說我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 讀部的一個很忠實的讀者 我很多文學觀念跟 美學觀都是從 讀部的小說得來的 並不是從 我自己的 研究所上面得來的 我是從 閱讀日本小說的 作家 他們的 他們的寫度觀念 慢慢養成 屬於我自己的觀念 那我現在也是很想要把這樣的觀念 給推展起 推展開來 那你會覺得 奇怪 那為什麼外國約讓比較遠 當然 也許你會覺得 有這樣的一個差異 可是 大家也不要忘了 日本的推理小說 其實也是從 西方進口進去的 日本最早的推理小說 是在江湖時代 寫江湖時代的一個 的一個捕捕帳 捕捕帳就是所謂的警察小說 當時在 明治時期的時候 有一個日本人 他看了 福爾摩斯的作品 就是超愛的 所以他就是立志 想要寫出 屬於日本的福爾摩斯 所以他創造了一個叫做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 《半期無戰》 那這一本書呢 就是日本推理小說的十足 就算是日本 現在推理小說 那麼的洪文發展 他同樣也是從外國來的 然後最後他們 在經過在地化 經過日本在地化之後 發展出屬於變革派 然後社會派 或是慶祟派 又莫派 這樣子的各種不同的作品 那這就是屬於他們自己的特色 所以說我們台灣還是可以 運用這樣的觀點來 進行我們 屬於我們自己台灣的行作 那 這樣子更 更 一個有趣的觀點就是 譬如說 腰怪好了 講日本腰怪 日本腰怪 全部都是日本來的嗎 不是喔 日本腰怪 還有百分之八十 全部都是從中國進口到日本去的 T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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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山海經民眾所 經過唐朝的時代 把山海經各種的文化 放到日本去的時候 日本結束到他們的文化 他們就開始改造各種的中國妖怪 然後就把TINGLE 改造成Utapis 然後會飛 會抓人 這樣的形象 這就是所謂的日本妖怪的真面目 好 那 10%他們則是從印度投入進去了 只有10%的妖怪 才是日本真的本土的 他們自己的妖怪 但是 我們現在會想到這件事情嗎 不會啊 我們現在就是覺得 日本腰怪超酷的啊 超厲害的 基本上我現在會研究妖怪 才會讀很多日本的妖怪 那 的故事 那所以說 我們同樣也是可以運用別人的場數 來捕捉我們自己 因為別人就是 寫的比我們好嘛 寫的比我們有趣嘛 那我們當然就是要學他 但是並不是只有學而已 重點還是在於 我們從學習的過程中 得到什麼樣的經驗 得到什麼樣的反思 什麼東西是吵的 什麼東西不好 就是需要我們 智慧上的自己去判斷 好 那 OK 那 大眾小說跟存學對聯 其實也是一個 不太精確的二分法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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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跳不好 對 好 不要再講那邊 好 那 所以說我認為其實 純文學小說跟大眾文學小說 應該是 不能 互相親世的人 其實現在台灣的文壇 或是台灣的寫作界 會有這樣的管理 就是 純文學 寫純文學的這樣的人 好像自認為很高尚 然後 就是親世 親小說家 那我覺得這樣很不公平 因為我也讀新小說 然後 我覺得很多新小說 當然也有壞的 也有好看的 那你怎麼可以講 一竿子打盡呢 很多新小說的故事都超厲害的 譬如說 日本的一個 假新小說家 譬如說日本的一個新小說家 他叫做以儀 大家可能會覺得 以儀怎麼是新小說家 但確實他 剛出道的時候 是新小說家 這樣子的一個身份 然後最後當然也寫出 他自己的成就 好 好 那 所以我們就是 應該從更大的方向去看 他們是從閱讀者 而產生的差異 就像是一件有吊鉤的東西 那一件吊鉤的商品 那可能是吸盤吊鉤 那也有可能是用 有黏膠性的吊鉤 但是因為使用者的用途不同 所以它就造成了那個 閱讀商品的起義 所以造成人類的分類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是 當我們要開始寫作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要想說 我們不是想說 我們要寫出文學 到寫到文學 我們應該要想的是 我想要給什麼樣的讀者看 我想要跟什麼樣的讀者說話 當你抱持了這樣的心態的時候 你才可以寫出適當的作品 好 那 寫作者呢 要擁有的觀點就是 當你知道你要寫什麼 要閱讀的時候呢 你也就是不能現在 大陸小波跟純學的二分吧 那 真正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小波 大家 不要傻了 就是我 我在很年輕人 很小時候的時候 那時候我認為寫詩 所謂的詩 就是有一個完美的 純潔的 沒有瑕疵的 這樣一個作品 但是這件事情是完全不存在 為什麼 因為真相永遠不止一個啦 就是觀點是有很多個 就像是女神 你可能看到真人就晃裂了 一切都是假的 但是也許你跟她認識之後 你發現她 她長得心理很善良很好 就是很多事情 一個人或是一件事情 一個東西 是要從不同的面向看的 那我們要怎麼去從不同的面向看的 在寫作這件事情 這個理由來講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亂槍打鳥 亂槍打鳥就對了 這個 這個觀點不是我講的 這個觀點是 剛才我講到 一個 那個日本的漫畫家編輯 他所說的 他就是在一次訪台裡面 就講說 那人家就問他說 你去想漫畫家成功的 那個要素是什麼 他就說 沒有什麼要素 簡單來講就是 亂槍打鳥 你寫一百篇作品 你寫 一晃的故事 總有一個故事會打動人心 總有一個故事 是屬於自己的故事 你總會把一個故事 講得非常非常好 譬如 陳齊博爾雄 陳齊博爾雄 我們現在知道 他是小兵 固執的領導人 其他都是講多愛夢 多愛美 這樣子 他並不是只有 多愛美夢家的一個作品 他 其實創作了非常非常 基本上就N多的作品 最高的紀錄是 他在一個月 他連載十個作品 在十個不同的看路上面 畫出十個不同的故事來 好 這就是他當時的狀況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他 我們看到這些 背後 就是可能另外九個故事 可能就看不到 可能只看到其中的故事 因為他就抓對一點 他就寫對的故事 他就認清了自己 是什麼樣的人 知道自己可以寫出 什麼樣的東西來 他就創造出一個多愛夢 這樣子非常厲害 非常經典的一個作品 那譬如說 日本的漫畫界的最高十足 就是 那個鬼 那個蟲 叫什麼 聰明之聰 對聰明之聰 不好意思 剛剛還突然忘了 聰明之聰 他創造的漫畫作品就是 八百部 八百部這麼多 所以 當我們要 自己要寫作的時候 我們要做 就是 亂講解 總有一件事情會寫作 你總有一天會摸到 屬於自己的方法 比如說 普洛克 好 這個很潮氣的人 就是普洛克 他就是 西方的 推移小國界的 大師啊 就是簡單講 就是大師 但是大師 大師是怎麼養成的 他其實在年輕的時候 他寫過了 N多的色情小說 這當時是廉價小說 因為當時的 美國市場還需要這樣的小說 他寫了非常多的 這種廉價小說 就是 一個人 男生怎麼跟那個女人上床 好 小說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他寫了幾百片這樣的故事 可能不只啊 幾片幾千片 因為他寫的東西上很多 然後最後他一直寫一直寫 因為他要轉錢 最大是他生活 所以他就接下很多這樣的工作 所以他就寫了很多這樣的作品 可是藉了這樣的作品 他寫了這麼多的素食小說 最後他終於找到屬於他自己的強調 他終於知道自己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他知道自己可以寫什麼樣的故事 他也是經過這樣的磨練來 養成 來學習 最後成長 變成這樣的一個 小說界的態度 好 那 為什麼我的課程會把重心慢慢推理 很簡單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認為公用扇子是必然利息器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要找CP值最高的 你一定要找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認為這就是推理 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當代的類型小說 大眾小說 其實早就沒有所謂純粹的類型 武俠就是純粹武俠嗎 推理就是純粹的推理嗎 奇幻就是純粹的奇幻嗎 絕對不是喔 而是 用不同的元素來架架解解 為什麼 因為讀者經過年代的替換 所以說越來越聰明 所以說 那個故事就是永遠都必須要更新奇 所以說我們就不能只是講單純的類型 所以你現在在寫很純粹武俠 就是武功這樣打來打去 沒有人要讀嘛 但如果你在武俠裡面加入奇幻 加入愛情 加入懸疑 加入恐怖 甚至加入科幻小說 那這樣是不是超酷的 就會讓你對讀者覺得這樣的故事是有趣的 那在這些類型裡面 我認為最好的一件事情 當你要寫大眾小說 或者是你想朝這樣的路途前進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 將不同的類型小說的風格 給融合在一起 好 下一個 那推理我認為就是所謂的百搭管 一架子 推理其實可以跟各種的文類做結合 例如說武俠 金庸武俠只是純粹的武俠 他是融合了歷史跟推理 金庸是超厲害的歷史學家 他超厲害 對 他在小說裡面放非常非常多歷史故事的 那個推理的故事 推理的故事也很多 但我覺得推理寫的更多 反倒是推理學家寫的更多是武俠 武俠更高一籌 可是金庸武 有一些故事也是有這樣的概念 那恐怖小說 《十地分經》 恐怖小說裡面 它就是直接恐怖嗎 如果你只想要寫恐怖的魔鬼 這樣出來 沒有這樣的故事 你一定要加點奇幻 加點愛情 加點成長故事 加點靈異故事 這樣子就會有讀者馬丹 那讀者就會覺得這樣很酷 另一個比如說愛情小說 現在有存在的愛情小說嗎 沒有 現在羅曼斯小說 存在的愛情小說 其實 讀者慢慢變少 我們現在更多 更想要看的愛情小說 反正是融合奇幻 融合的推理 或是關於冒險故事的愛情小說 這樣子感到會讓我們覺得這樣很新鮮的 那當然溫情小說 就譬如說東元歸如的解憂招呼點 他在溫情小說這樣放著半場面就包含推理 那當然他自己本身就是很厲害推理小說家 所以我認為 只要你可以懂得運用推理這樣的工具 就可以在你的寫書上面獲得一個很厲害的工具 那我基本上我現在寫歷史小說 我現在其實不要講歷史小說 我都是講時代小說 因為我理想中的小說就是歷史背景小說 就是時代小說 也就是說不是以寫實主義來寫的歷史作品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一個 比如說我現在很想要寫一個東西 就是我現在正在培養的一個大方 我想要在清朝時代 就是台灣的清朝時代 或者是日本時代 當時台灣島爆發了賈石病毒 所以說很多 對賈石病毒大家 現在從惡靈古堡看到現在很多作品都有 都是太西方 也許你會想說那就放來考慮看看 但是有人放到清朝時代嗎 或者是日本時代嗎 好我現在 我現在就是我現在經典就是超想寫家的故事 我現在正在讀資料 我會想要試著做做看 這是我的一個目標 那我當然純粹寫 我又不是一個歷史背景 而是從歷史背景加入了奇幻 這就是加入了冒險 好 下一個 那為什麼人們要讀推理小說呢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 其實就是想要獲得一個娛樂的經驗 就有小說體驗平常想得不到一個經驗 那推理就是會有簡易的這樣樂趣 然後過程裡面也會有冒險刺激 那另一個來講 比如說高齡的讀者 當然我們現在都是算是年輕人 那你可能覺得好像高齡的讀者 可能想要讀關於高齡者的故事 但其實在實際的狀況上面 並不是這個樣子 反正那些高齡的讀者 想要讀的是一些 一些關於現代社會的事情 並且藉由小說來體會 人生中的極力過的事情 比如說iPhone iPad Hunter 知道這些東西是什麼 所以就想要去學習 因為這些讀者通常都已經退學了 或不是在公司任職 那他是很想要趕上社會的一個狀況的 所以反正這樣的故事會讓他們喜歡 好 那 在馬利 羅戴爾 他在推理小說寫作課程 這樣的一本書 他在推理小說 四個理由 就解釋 讀者為什麼要閱讀 推理小說 就是要享受刺激感 享受制裁 罪惡的滿足感 並且要對世界人跟人物有認同 尤其讓自己覺得很應用 為什麼 我就是我爸爸超愛看這個人的電影 為什麼 因為他是 他今天最強的老爸 就是 連任尼遜 就是 那個 就是身為一個父親 他扮演的角色非常厲害 所以 所以 觀眾想要看這樣的故事 好 下一個 那 這是剛才講的 差不多 所以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 關於寫作的記憶 寫作 並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 簡單來講 它就是一件技巧 一件功夫 一個事情 百步穿梁很厲害嗎 並不厲害 只要你一百天 都站在柳樹下面 往去設那個葉子 楊樹吧 往去柳樹 只要是設一個葉子 你總有一天 會練到百步穿梁的神劍手的技巧 為什麼 這就是一個習慣 這就是一個鍛鍊 所以 那我認為寫作 也是有很多功夫 是可以 演傳的 還有很多東西 是不能議會 我也很想要得到一些不能議會的東西 但我比較添資很多 所以我現在能夠掌握 就是一些 比較簡單的技巧 然後我認為這些技巧 是可以讓大家 在寫作這條路上面的時候 不要多走遺忘路 好 那我認為我的角色 最重要的是在於分享知識 我最重要的工作 則是在於引導 人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天才 就像李白 另一種就是非常努力的 就像杜甫 李白是天生的寫詩的高手 杜甫是一個 勤奮苦獨的作者 那 我認為 所以說 但是 雖然說我認為 很多人可能覺得自己知識是不夠的 但對我來講 我也是從一個 從來沒有寫作過 從來不知道小說要怎麼寫 從來不知道劇情要怎麼安排 這樣的感覺 我也慢慢的 知道 小說該怎麼去進行 人物該怎麼去命名 命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命名是一種 複生命的神聖的一件事情 就是當你命名對角色那個名字的時候 你會覺得 就像天光照明一樣 就像天啟一樣 你會覺得非常開心 這也是一個寫作裡面的樂趣 那當然寫作 並不是純亂只有樂趣 我要跟大家警告一下 寫作大概百分之八十都是痛苦的 超級痛苦 這是一個造詞的新的一件事情 好 雖然說我那麼 很喜歡寫東西 可是我也要跟大家講 就算你很喜歡一件事情 過程一定是會有一些痛苦跟折磨 跟一些你不想面對的東西 那最後就是看 你要怎麼去克服 你要怎麼去面對牌 這就是 你要跟自己心中的慣物 和平相處 我其實最主要想要開課的一個觀念 就是剛才講過的 文學並不是一件事 一件一個人的事情 寫作也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當很多人在寫作 當很多人在創作的時候 一個觀念 才會形成 一個蜂巢才會形成 那我是很希望 台灣也能夠出現 推移的這樣的蜂巢 為什麼東野跟五 現在可以成功 並不是他成功 是日本的推移 寫作類型的文台成功 所以說 東野跟五 立在這個 巨人的肩膀上 才可以得到他自己的成就 那一個東西 一件事情 也是需要慢慢的養成 一開始日本的推移 也是被很多的文學 加給批評這些東西 是糟糕的 那個是在 八九十年前以前 那個時候 但是經過這麼久的 時代演變 慢慢的日本推移 就找到屬於他們的直接方向 他們也慢慢在地化了 那我認為台灣的推移故事 是可以往這個方向前進的 好 那 我認為很多 就是當創作者 越來越多的時候 小說的商品的類型 越來越多的時候 這個 這家店才開得起來 就像是你一家店裡面 你個人只賣一件商品 你要買很多的商品 你要 推移不是只有推移啊 日本推移也是有社會派 有變革派 然後有本革派 各種不同派別的 這樣 這樣出來 那所以說 消費者或是讀者 就會很輕鬆的 知道想要 想要什麼樣的故事 那 如果說你從裡面寫作過 或是你不知道什麼 寫作怎麼 要開始的話 我認為你不需要害怕 譬如說 就是最近有一個 小說家 有信出了 這是 我也幫他寫 寫推移文 那就是一個 小說 高雄的小說家 他是叫做周動 但周動並不是 原本並不是一個作家 他是一個英雄師 但是他 非常非常喜歡看推移作品 就是他的舞相是 經濟下宴 然後他的大頭貼 就是以前認識他的時候 他的大頭貼就是 經濟下宴的大頭貼 的那個 動畫作品 那個經濟場的那個大頭貼 那所以說他很喜歡 喜歡經濟場系列的故事 他因為很喜歡 所以他還在想 台灣是不是能夠 寫入自己本土的 民俗民意這樣的故事 所以他就是這樣做的 那他的 這個系列 這麼多的民俗十系列 剛上市 那我也順便推廣一下 其實很有趣 很好 那大家如果對台灣的 那個 民俗民意的故事 感興趣的話 也許可以 來讀這本書 好 那這就是我剛才講 要學會做自己的 就是 並不是出了很多書 你能做什麼事情 跟你想做什麼事情 通常是無法逃避的 所以說你要盡力可能 找到哪些東西 在重疊 並且往那個地方去做 這樣子 才會慢慢找到屬於你自己的方向 好 那這就是剛才講的 要學會做自己 就是 並不是出了很多書 然後 就是 也許 也許你會覺得 什麼東西是風潮 然後你就想要跟隨他去做 但是很多時候 這樣的跟風 是沒辦法得到很好回報 然後你可會 陷在其中 然後一路了 然後可能 最後也討論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這樣就是不可行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找到 屬於你自己的 寫出屬於自己的故事 這樣子 你的靈魂才會在你的字裡面 好 那 這個教材簡介 大家就看一下 這是 之後我會運用的 一個教材 就是 我的一些想法跟觀念 或是一些素材 都是會從這些素裡面取材的 好 這個 這個我寫錯 這個我做錯 不是這個 對 剛才我做的那個 是在講 小琉球島的故事 大家知道小琉球島嗎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知道 土金島 金獅子島 這些島嶼的名字 都是所謂的小琉球島 小琉球島的底下 據說有 非常大的 地理移工 那 這個地理移工 就會建設到 400年前的一個 荷蘭人跟原住民的 圓圓 就是那個時候 荷蘭人 不是在台灣 荷蘭人 為了想要攻擊 小琉球島上的原住民 想要殺 殺掉他們 所以他們就在 台灣組織傭兵 台灣最早的傭兵是 西亞亞族 西亞亞族的士兵就是跟 因為西亞亞族人超 桃園小琉球原住民 所以說西亞亞族的原住民 就是 林姆族 就跑去跟 荷蘭人 聯合 然後他們組成一個盟軍 然後就 開著船 然後跑到小琉球島上面 把小琉球島上面 一千多個原住民都殺掉了 據說我上千個 在那個地理移工 就死了四五百個人以上 然後服務了五百多個 就是男女的服務 然後那一服務最後就是 就是跑到台南安平去當牡蠣 然後有些人就是被載到 巴達威亞城 可是印尼那邊去當苦工 好 這是以前的一個學類 那最近有一本書叫做 《沙馬基的惡靈》 就在寫了這樣的建築故事 很好談的故事 大家可以去試圖 補一下 好 下一個 那我的推理文本呢 就是大概要簡介一下 比如說 阿加薩克利斯蒂 東野歸五號 高野和免13階梯 關於史詩的 拼圖黑水 這是什麼 媽媽嘴 好 那天地無限的這個東西 那當然 有時候我會 就是很長時候我會 不然我自己無可 因為我覺得用別人的 感覺不太好意思 好 那下一堂 好 那下一堂課 就是七月下 七月下水的時候 我會改課 我會講推理尊義是什麼 從歷史上面去講 推理的文化是怎樣的養成 台灣的推理的故事是怎樣的狀況 好 下一個 那下堂課的目標就是 呃 呃 呃 這個就是下堂剛剛講的 好 那這邊就是我剛才的補充 就是我剛才講 這個是鳥島 因為我們這個島 就是日文的島 我打不出來 因為這個 我用這個軟體叫做Presim 一個超酷的軟體 剛好有些字字沒辦法打出來 像這個島就沒辦法打出來 那 呃 他講 這個編輯就是所謂的 就是漫畫編輯 他在講漫畫的技巧是什麼 譬如說鳥山明 就是 呃 呃 跳過服飾這個地方 好 就是沒有 剛才我講過了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希望大家可以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 對 想看 我本來講貴師 就是你沒有講貴師 這兩個字 然後發覺 幾乎所有日本的推理小說 他最後呢 都會 就是犯罪的 就是被 就是被 配目的人出現 承認他自己是做的時候 然後他就講一堆 理由 然後大家就是 講一堆理由 然後說我為什麼 為什麼說 然後可是他不講這個理由 也是可以的 但是為什麼日本人一定要就是講對的理由 就是日本做作證 什麼 虧視 就是虧視在文本裡面寫虧視 就是虧視 虧視 呃 有 對 然後我也聽過一個 一個教授 他講說為什麼日本日本推理小說 他說 因為 有虧視 有虧視 我們的意涵就是說 他們已經講說 而且犯罪者已經講對任何理由說 我覺得 我為什麼要這麼說 並不是說一個神經病 然後就殺人 他在那邊講 這樣子 當然實在又是有理由的殺人 講到虧視這樣的東西 對虧視 有沒有什麼 虧視 在年代推小說的成績 這樣子 虧 日本的推小說的 老師你也想 哦 你好 好 這樣子 我還是先可露一下 然後再進到Q&A的這個 好好好 謝謝大家 謝謝